嗨 大家好 今天接着跟大家聊聊养猫那点事 今天就聊聊我和BB猫的结缘过程吧 前面说我养过一只田园流浪猫 它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老去的原因所以就离开我了 当时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从心理上一直没有做好接受另外一只猫的准备 但是因为私猫心切 所以那段时间就经常游走于猫咖 猫舍 去各地看猫 吸猫 撸猫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了这么一家特别的猫舍 为什么说特别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家猫舍的主人 我亲切的管他叫猫大叔 不是说他岁数有多大 而是指着低于叫他 所以叫他大叔 为什么说猫大叔比较特别呢 就是因为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总是一身的猫毛 你说这有什么特别的 是不是说明这个人不爱干净呢 我觉得不是 大家看看他的猫舍就知道了 他的猫舍收拾了整洁利索 我今年夏天出去旅行期间 曾经把BB猫放在那寄养一段时间 大家来看看BB猫当时的生活环境就知道了 这绝对不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 那为什么他一身猫毛给我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 就是因为我跟他有一个共鸣 因为我是一个资深猫奴嘛 所以我从来不介意自己的身上有猫毛 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会以身上的猫毛感到骄傲 因为猫毛毕竟是我们猫奴的身份象征嘛 所以从这我就感受到猫大叔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猫的人 那么由此联想 猫大叔带大的猫 从小一定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心的环境中的 所以长大之后 他们一定会特别特别招人喜欢 果不其然 我家的BB猫就是这样 对吗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今年的三月份 因为疫情的原因很难出门 所以终于下定决心养一只猫来陪伴自己了 于是我就找到了猫大叔 那猫大叔就带我来到了这个神奇的地方 大家看到这就是九只活蹦乱跳的人民币了 其中有一只就是我家的BB 那么在我跟他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只有我家BB始终在我的脚下绕来绕去 就好像在告诉我把我带回家吧那种感觉 所以于是我跟猫大叔说 我就要把他带回去了 于是这份缘分就这样的结效 好 这就是我跟我家BB的结缘过程了 改天带大家去看看猫大叔的猫舍 让大家感受一下 好 这期就到这里 BB跟大家再见 别忘了关注 也别忘了一键三连哦